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什么啊 手机不要了 可恶 发生什么事了啊 跟我讲啊 哎呀 不想说了 跟我说嘛 我就不想说嘛 说嘛 不想说啦 说 我不说啦 那我不问了 好啦 你再问我一次了 你到底怎么了啦 就是David啊 你知道吗 David给你借钱 对 然后没有还 找他也找不到 讯息也不回 电话也不接 重解是 而且啊 他还借他你的信任感 所以你才这么生气 你会算命哦 没有啦 他也跟我借钱没还 蛤 太过分了吧 你知道吗 我上个月辛苦存了五千块钱 都被他借走 结果他现在给我搞失踪耶 那你借他多少钱 我借他五万啊 五万哦 那我好像突然觉得没那么生气 可是明佑啊 为什么你一点都不生气啊 我跟你说啊 一开始啊 我也跟你一样很生气 你看我手机还砸坏了 哇 对啊 可是后来啊 我刚好看到了法师的开示 在讲这个 情绪管理 看完以后我就整个人开窍了 后来啊 就没这么生气了 真的吗 嗯 那我也要看在哪里啊 测键频道上面有哦 测键频道 那是什么啊 上面有很多精彩节目的一个大平台 哦 你 你 你那个问题不只是 用在这个情绪控制而已哦 那个 就是用在新的调整跟改善上面 这是共同的原则跟方法 如果用师傅跟那个 菩提道次第广论 广论上面讲的方法就是说 你要先去学习改变你的认识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些认识是错误的 我们以前有一些认识是错误的 然后呢 先透过正确的学习呢 真的把你的认识改变 好 那认识怎么改变呢 先要发现自己潜在错误的认识 好 那 怎么发现自己潜在的错误的认识 我等于会讲方法 但是我先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对那个潜在错误的认识 有一点感觉 要不然 突然讲给你们听 每个人都可能会觉得 我好像没什么太多潜在错误的认识 我以前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呢 那个 有人传了一张纸条上来给我 然后跟我说法师 请你不要说我的名字 因为我认识他 然后他说 我最近被我的好朋友 骗走了三十万 内心非常的痛苦 现在看到他 我只想往他肚子上捅一刀 他问法师 请问我怎么办 这跟你刚刚讲 那个情绪管理差不多的状况 他说问法师 请问我怎么办 那后来我就回答他 我说 你先想一下 你为什么一定要捅他肚子那一刀呢 什么理由 什么力量推动你要捅他肚子那一刀呢 因为你受不了那个损失三十万的痛苦嘛 对不对 他的心情你们可以理解吗 我怀疑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我等会我就会解释了 我说你记得哦 你的前提是 因为你受不了损失那三十万的痛苦 所以你想要捅他那一刀哦 你记得哦 这是你的前提哦 那我就开始帮他算了 你开始算哦 我是出家人 但是我先不谈佛法 我就先谈我们世间一般人的认识 因为那个人 这个 工作蛮好的 是在社会来讲 是蛮优越的一个工作 我说那你 你真的往他肚子上捅了那一刀之后 请问你要不要坐牢 那杀人罪坐牢一定是坐蛮久的嘛 那你坐那么久的牢之后 那你那个本来很 很优渥的那个工作 你那个本来还不错的家庭 是不是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应该你坐完牢之后 应该都不太能保有了 那就算你不想坐牢 那你就要逃亡嘛 台湾话叫走路嘛 对不对 那你一天到晚东躲西堂 这样躲一辈子 刚刚不管是坐牢也好 还是你逃亡走路也好 你的损失应该超过三十万了吧 对 超过三十万 那如果我们用佛法来讲 用无限生命来讲 那不得了 那杀人是重的恶业 重的恶业是一定会堕落的 不能当人 去地狱 去恶鬼 去畜生 而且寿命很长 受苦很久 那损失就更超过三十万了 对啊 所以呢 你再重新想一次 你为什么要捅他那一刀呢 因为你受不了损失三十万的小苦 你准备要去受更大的苦 这是我讲的 我们潜在的错误的认识 我们往往都是因为这些错误的认识 让我们的情绪失控的 所以第一步呢 先去学正确的认识 正确的认识 要听 要跟好的老师听 听正确的认识 听的时候 学的时候 越用心 好 然后呢 在好的环境里面 慢慢听 慢慢观察 慢慢反省 慢慢发现 哦 原来我一天到晚 潜意识里面都一大堆这种不正确的认识 你懂得慢慢的 透过这个过程 把那个不正确的认识 调整过来变成正确的认识 如果你方法对好 不用很久 隔了几年 你周围的人一定会觉得你 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他们很多黄背心啊 学广论的同学 自己学了广论 学了很多年 觉得苦苦难脑 自己好像没什么进步 等到有一天 开同学会啊 亲戚朋友聚会啊 跟以前常常在一起的那一批人 一碰到一起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变好多 变在哪里呢 变在他这些内在潜在的错误认识 他改变了很多 所以他自然 他后来表现出来的情绪啊 他的作为啊 他面对别人的心态啊 别人对他的感受 其实会很不一样 就像你们对义工的感受很不一样 一样 会是这样的特征 所以情绪管理是可以学的 但是有没有正确的方法 你有没有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 坚持要学 这是关键 哎 怎么样 法师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耶 你看啊 我们往往就是因为啊 这些潜在的错误认识 导致我们情绪失控 对啊 你看 你情绪失控啊 然后把你辛辛苦苦 赚钱买来的手机啊 电脑砸坏 事情也没解决 得不偿失啊 真的 不过就像法师说的 为了要避免啊 这些错误的认识 首先我们要先学习正确的认识 为了要学习正确的认识 要跟好的老师学 认真听 然后依照老师的教导去做 没错 而且啊 还要在好的环境里面学习 对 然后慢慢的观察 慢慢的反省 久而久之啊 我们想事情跟看事情 做事情的方法都会不一样 别人啊 看你的感觉啊 也完全都不同了 哎呀 真的太好了 啊 与善知识的心灵对话 提升了我们看事情的深度 与广度 也提升了我们生命的高度 嗯 心灵对话节目 我们下次见 不过明佑 你手机还是去修一下吧 啊 哎 那你们三千块可以借我 我 我 哎 爹里 哎 爹里 爹里 你不用跑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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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